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热库总统,福特接班华进白宫1974 2.烟花大会,自由女神像处理港编1886 3.网络兼兵,亚马逊与林电商开张1994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热库总统 福特接班华进白宫1974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美国历史上一段颇为戏剧性的时刻 这不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而是1974年真实上演的政治大戏 当时的主角是咱们的热库总统 吉拉尔德·福特·Jerald Ford 为什么称他为热库总统呢 这个绰号其实是开玩笑的 因为福特总统在白宫服务期间并没有真的穿过热库 但他确实是一位体育爱好者 经常被拍到穿着运动短裤 福特先生的上台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接班方式 他是美国唯一一位既没有在全国大选中被选为副总统 也没有被选为总统的总统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得感谢他的前任 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 尼克森总统因为水门事件 Watergate scandal 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 这场丑闻揭露了尼克森政府 在1972年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事的行为 以及随后的掩盖行动 随着调查的深入 尼克森的处境越来越糟 最终在1974年8月8日 他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在尼克森辞职之前 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根纽 斯皮罗·阿根纽 也因为税务和贿赂丑闻而辞职 这就让福特 当时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意外地成为了副总统 而当尼克森挥手告别白宫时 福特就像是在政治话题上 滑进了总统的办公室 福特总统上任后 他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 是如何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他的解决方案是赦免尼克森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福特解释说 他这模做是为了让国家 能够从水门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 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交易 尽管福特的任期相对平静 但他的总统生涯并不容易 他不仅要处理水门事件的后续问题 还要应对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插曲 经常在公共场合跌倒 这让他成为了喜剧节目的常客 总的来说福特总统的上台 就像是一场意外的接力赛 他接过了一根烫手的接力棒 并且尽力跑完了自己的赛道 他可能不是最闪亮的政治明星 但他在动荡时期提供了稳定性 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贡献了 而这段历史 无疑是美国政治剧中 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烟花大会 自由女神像处理港边1886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纽约港光彩夺目 自由气息浓厚的让人 几乎想高唱国歌的一天 1886年10月28日 自由女神像的积木典礼 首先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自由女神像 这位高高在上的法国姑娘 其实是法国人 送给美国的百年独立纪念礼物 想想看 这礼物可不像你我生日时 收到的袜子那么简单 这是一个巨大的 要穿越大西洋的 重达225吨的同志女士 而且还得有个地方 让她站得稳稳的 这可是个大工程 当时这位女士的组装 和树立可是一个大挑战 她的零件是在法国制造好 然后拆成350片 装进214个箱子里 搭船度过大西洋 最后在自由岛上重新组装 这过程就像是世界上 最大的3D拼图游戏 而且没有说明书 好了 说回1886年的那一天 想象一下 整个纽约港都沸腾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就为了一睹 这位自由女士的风采 当时的烟花大会 哦 那可不是你在后院点的那种小烟花 那是一场盛大的烟花秀 照亮了整个夜空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自由的光芒 而自由女神像本人呢 她就站在那里 高高在上 手持火炬 照亮通往自由之路 她的脸上带着严肃而又慈祥的表情 好像在说 欢迎来到美国 朋友们 但请记得把鞋子擦前进 这一天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 她也标志住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之国的象征 自由女神像成为了希望的象征 对那些寻找新生活的移民来说 她是第一个迎接他们的美国面孔 所以 当我们今天回顾那些烟花绽放的画面 不妨想一想 那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那些烟花 是为自由而绽放的 是为了庆祝一个国家的理想和承诺 以及一个巨大的 由同志成的 手持火炬的女士 她在那里 静静地提醒我们 自由是值得庆祝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网络兼兵 亚马逊雨林电商 开张1994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古老的传说 一个关于远古时代的故事 那是一个网络连接速度比蜗牛还慢 手机还只能打电话的时代 在那个遥远的1994年 一位名叫杰夫 贝佐斯的勇士 决定在那片 被称为互联网的未知领域中 开设一个名为亚马逊的电子商店 当时的人们还在用电话线上网 听住嘀嘀大大的拨号声 等待住网页缓慢地打开 而贝佐斯先生 他看到了这片数字丛林中的潜力 他没有选择开设一家卖鞋的店 也没有选择卖家具或者食品 而是选择了卖书 你可能会问 卫士模式书呢 因为书 就像是知识的种子 能在这片数字土壤中生根发芽 亚马逊一开始 只是一个网上书店 但他的创新之处在于 他让人们可以坐在家里 穿着睡衣 一边喝住咖啡 一边购买到全世界的书籍 这在当时 简直是一种魔法 想想看 你不用再穿越风雨 去到拥挤的书店里 和别人争抢最后一本 《哈利波特》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马逊逐渐从一个小小的网上书店 变成了一个卖住各种商品的电商巨头 它就像是一棵被植入了成长激素的种子 迅速尝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其之夜遍布电子商务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而贝佐斯先生 他也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 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能在互联网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开花结果 甚至改变世界 当然 亚马逊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物流问题 市场竞争 甚至是法律规范的挑战 但他就像雨林中的 一头顽强的野兽 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适应环境 最终成为了电商界的霸主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在亚马逊上一键下单 等待那个微笑盒子的到来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始于一个人对未来的想象 以及对于一个简单想法的坚持 谁知道呢 也许像一个改变世界的大树 就在你的小小想法中 悄悄萌芽呢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带您回顾了一些 有关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 福特总统的非凡上台 他就像是一个意外的接力赛选手 接过了一根烫手的接力棒 并且尽力跑完了自己的赛道 然后我们一起看到了 自由女神像的揭幕典礼 这一天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 它也标志着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之国的象征 最后 我们一起回顾了亚马逊的成长故事 这个由杰夫 贝佐斯创立的电商巨头 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一路走来 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网上购物平台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时刻 这些时刻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政治的巨变 自由的象征 还是商业的创新 都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 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们已经谈了一些很棒的故事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福特总统的接班方式 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自由女神像的意义 有什么想法 你们认为亚马逊的成功 有什么原因 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并期待下一次 我们一起探索历史的旅程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